黄银前阵子已结束Netflix原创剧《阿纳拉苏玛纳拉》拍摄,而在近日被翻处男神还默默地拍了一部片。 不仅如此,和她合作的对象竟是Penthouse女主人李志。 看令粉丝感到惊喜了Photo from Never 黄银,李志雅领衔出演《国独立短片扶鸟》,讲述约聘教师恩采殷役,在回的小巷里发现了被流氓殴打,同时也是自己学的人国殷役,由于恩采从小遭受家庭暴力,内心在着创伤,因此她在恐惧下抛弃了学生逃走。 Photo from Film,Darbing Photo from Film,Darbing格恩采看到英媒上学空荡荡的人国的位置,罪恶瞬间涌上心头,这时她收到了一个匿名号码传的影片,内容是她去人国不顾独自逃跑的画面,知道面临失业危机的恩采开始寻找传送影片。 她的人,同时也知道了与自己有相同伤痛的人的痛苦。 Photo from Film,Darbing Photo from Film,Darbing Photo from Film,Darbing Photo from Never,Photo from Never而官方在网上公开了出演演员的剧照,片中黄银饰演被殴打受伤的人国,李志雅泽是约聘老师恩采。 只是在出演者的名单里,居然献了李道现的名字。 但有网友表示,只是和李道同名同姓的演员,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位。 不过一切尚未确定,说不定下播剧照出来,或许能看到黄银李道现这两位重回18岁的演员再度和TXD Photo from Never此外, 由于扶鸟是以短片的形式推出,因此片长只有27分30秒。 同时官方也解释了拍摄这部作品的意图,表示家暴会成为受害者内心的创伤,于是想拍出受害者在暴力阴影下挣扎的模样,以此向大众传递不容忽视的心意。 而官方目前还没透露会如何公开这部作品,依期待之后的新消息吧。 08 June 2021黄银李道现英寒剧众18岁相识,原以为没有后续关系的两人,竟然一起拍了信用卡广告。 让不少人回忆起这对在剧中,欢喜冤家XD赶快来看看两人所代言的广告内容。 Photo from Email Protected Photo from Email Protected 其实第一波先推出的广告,偏长,并不是很长,也有互相交流的场景,很单纯的就是黄银河里。 现在过马路的场景,由吴代言的是韩国当地品Handy Card的信用卡广告,所以连警示灯里面的小绿人都成小粉人Photo fr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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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仅如此,官方还公开了两人的个人代言影片,跟选出自己喜欢的信用卡影片,其实人看起来真的超像同龄人,但殊不知黄银比。 道现足足年长了4岁RXD,Photo from Never Pho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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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rom Never 黄银李道现所出演重回18岁讲述了一对婚姻破裂边缘的中年夫妇,主角在即将和女主角离婚的前夕,忽然变成18岁。 高中生,即使如此,还是试图挽回和女主角之间感情。 而李道现出演男主角回到18岁的角色,而黄银则也一狂妄笑罢,虽然两人原先互看不顺眼,但后来叫罢受到李道现的感化,两人的关系,也变好最精彩的还是两人出相遇时的场景。 李道现接过黄银的球的模样,真的很帅XD Photo from Neve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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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黄银后来出演了女神降临成为新生代的人气男星,目前正在进行Netflix原创剧《安娜拉苏马纳拉》的拍摄, 还有机会和徐玄银合作为何事无秀才独挑男主大梁? Photo from Nev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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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道现则集由Sweet Home,五月的青春在赐证明精湛的演技实力,不仅有机会与林秀精演忧郁症,更传出和郭东言合作猎犬们。 Photo from Photo from Photo from Never Photo from Never 对黄银到现都是演技超强的实力派,真的迫不及待看他们的新作了,你可能也感兴趣TVN新剧《欧郁正手》 定当!林秀精与李道现同矿海报公开,相差14岁时恋实际差更大。Netflix《安娜拉苏马纳拉杀青》 网友海边《玉池昌旭》与黄银,剧组人员谢开播时间黄银 Netflix《安娜拉苏马纳拉》拍摄的《巧状女神降临》 网道去,啥时才毕业?标签,李道现李志雅黄银 《玉池》 《玉池昌旭》 《玉池昌旅》 《玉池昌旅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